不过也不都是好消息啊 中原战场就打得很苦 一人重兵极弹危机 仗势越大越狡猾了 很难分割歼灭 牛顿大军被拖得很辛苦 千里跃进大别山 是我们第一次啊 战略跃进 我们还要开展第二次 让苏语带领三个纵队 打到长江以南 开辟新的战场 调动中原敌人为援 打破僵尸局面 苏语过军南下 胆子很重啊 长征以后 他在敌后坚持了三年 红旗不倒 派苏语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正式发挥他的特长嘛 徐生前乃苦战 征讨山西 陈庚极致灵火 玉骑牵牛 主席亲自点将 慧眼独刀啊 我们的军队 是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 是从 痴山雪海中站起来的 我们是为了信仰和理想在战斗 是为了 一路倒下的英灵在战斗 一切反农派都阻挡不住 我们前进的脚步 我们才进的脚步 等他回去 心恶 是可总的 住 住 你们先出去一下 是 是 怎么样 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 拥有成路了 党中央 派我们南下渡江开辟新区 吸引中原的敌人回远 把全国的战争中心继续来 让我光荣而坚决 好 主席跟恩来很信任你 那我也讲嘛 这一仗必须素育来指挥 敌人 政治经济中心在江南 如果局面打不开怎么办 中原敌人 大部分是机械化 半机械化部队 在江南水网地带 很难施展 如果敌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部队就是不回源 那我们为为救赵之际 岂不是落空了 你考虑得很周全吗 有道理 三个纵队过江 华野兵力分散 我们在中原攥进了拳头 又弹开成了巴掌 刘邓首长那边 已经非常艰难了 我们再一走 中原 还怎么张开间谡查 嘴头 毛主席也说过 伤其实质不如断其意质 如果计划不周 考虑不严的话 把力量分散开 这不是图增困难吗 对 中原将至 未必没有战机 我们只要能够尽快地集中我们的兵力 能够在战役上实现速战速决 连续消灭它几个军几个兵团 效果比南下渡江要好 苏玉 你想过没有 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 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布的 你不执行 这可是抗命啊 我们兵团 一直在积极做着渡江准备 可我们也要考虑实际情况 南下渡江 弊端很多 逐入中原 机会更大 所以我希望党中央能够收回成命 让我兵团留在中原 集中力量不打大掌 好你个素玉啊 胆子大得很嘛 毛主席的指示不执行 党中央的命令都违背 好多年没得这个死情喽 可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 都有向中央汇报思想 汇报意见的权利和义务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我决心给中央发电报 就算是触发我 也要发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啊 这算是野战部队给中央做的回报 这样子 这封电报咱们俩联名一起发 思念员 此电一发 后果不是你我能够想象到的 所以这封电报要以我个人的名义 发财为妥 不要为我担心 咱们两个一起发力量更大吧 还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法处为妥 老主席东楼删断 如果他接受采纳我的意见 我不会有事 他如果否定这个意见 你不会有事 司令员 到了那个时候 还需要你 在华东掌控大局 卢记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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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炊事班的同志 早就盼着你来呢 打仗离不开火头军 干革命更离不开火头军哪 主席 俺叫刘从文 是司务长 以后您想吃什么 就跟俺讲 那河北都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普通的有炒菜面条大饼 特色的有碗托羊汤 扒鸡 驴肉火烧 牛肉罩饼 招不见豆腐汤 好好好 有了刘同志 我们就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 过去日子 还有很多同志 要来城南庄 到时候 我们要大宴三天哪 搞这么任务 主席 来 主席 您看您中午我想吃点什么 我们杀了两只鸡 还磨了豆腐 派人通知 请老总他们来开会 好 主席 您安排就是啊 主 主席 慢走 这个肃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央几次三番命令他 带领部队整讯 做好杜江准备 可他呢 发来电报 变得发得强调 南下杜江的困难 还要求啊 留在中原 要打所谓的大仗 这和中央的精神 是背道而驰的 他心里还有中央吗 还有大局吗 如果不执行命令 问题是很严重 不过华野依兵团 一直在为杜江作战做准备 蒲洋整讯很有成效 杜江作战 是我们第二次的 战略跃进 将会彻底改变 全国的战争局势 多谢 这次来电 和宇娟有所不同啊 哪里不同啊 你看 以前华野来殿 都是以陈肃的名誉 发出的 这一回 署名的只有 肃毅一个人 他连陈毅 都没有沟通请字 以我对肃毅同志的了解 他是很想组织性 和纪律性的 对陈毅司令院 也非常地敬重 此殿 单独署名 非总寻常啊 中业刘邓来电表示 他们与陈肃 多次商议 关于南线作战的防律 看来对是否杜江的问题 前线的同志 有过多次的讨论 实际情况 或许中央了解得不够充分 怎么说 肃毅单独来电 用意颇深啊 静盈啊 你去把 华东 中原野战区 这几个月的来电 全部找出来 我们要再仔细认真地 研究一下 嗯 你能确定 我和毛泽东都握过手了 聂司令也在 还有一个大干部 没见过 有毛泽东一个人就够了 嗯 怎么回 你可离大宫了啊 还不止呢 毛泽东还说 过几天 还有很多人来程南庄 到时候 大宴三天 嗯 你就想了 能让毛泽东摆桌子请客的 身份可低不了吗 干什么 这活可干不了啊 留着给你防身 这年头军活可比烟头贵 这东西 毒性可大着呢 一小撮就能送义无人上西天 你是司务长 你知道怎么干 事成之后 背着你的金条去保定 想去北平 我也给你安排 要么 你让他们干吗 好歹我还在给共产党 当差呢 好 好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错位 咱俩这交情 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共产党的规矩 那可也啊 好 中央喊我去报道谈话 看来真的是动作了 共产党员吧 实事求是 你放心 虽然啊我没有署名 但是跟你站在一起 到了中央给你解释清楚 要打要罚 我陪你一起担担 司令安 中央如果触犯我 肯定会派你代部队 南下渡江 你在江南多年 熟悉一切 有你在 局面也许能打开 此时渡江操之过急啊 你们把家看好了 好好的整续 我们很快就回来 是 肉来了挪个劲 买了那么多肉 上级交代有贵磕道 拿手的全做一遍 让你给毛主居吹牛 现在没招了吧 我吹什么牛了 为人民服务 这是俺应该做的呀 你竟不够 所长 今晚的菜单给我准备一份 字实不全啊 没事 你口试我记录 不用 不用 胡萨 你给首长穿一口 行 卫生检查得怎么样了 保证做到三进三进 俺是老红啊 总规矩 你看 刚从卫生部领的 您就放心吧 保管笔 伺候俺弟爱娘 还尽心呢 您看 我还准备了四瓶酒 这个是有名的好酒 要不您来一瓶 留给首长 你记住了吗 每道菜每张饼 你和司务长亲自尝过之后 让小刘送上去 是 我把苏玉给您带喽 辛苦了 老主席 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 欢迎你啊 苏玉同志 是 你们长城以后 每天都盼着能够见到他 我们也是啊 十几年了 十几年没见面了 是啊 十几年了 这些年 你打了很多漂亮的大胜仗 我们很高兴啊 你一路辛苦了 这次 我们要好好地听你 讲一讲你的意见哪 我现在就向主席汇报 不急不急 你先休息 我们和陈一谈 等明天人到齐了 再一起和你谈 是 老孟啊 我在这边混得不错 你就放开 是 聪文 我在引你上正脑呢 再干一次 咱俩老死不相往来 好不好 再干一次 还往哪儿下手啊 往警女投毒去 这段子绝村的事 俺可干不了啊 没那么复杂 举举手的事 空军核实到 已经在路上 去做 毛泽东 就在抚平城南庄 空军该出动了 是 苏毅同志 你反对南下渡江作战 是 我反对 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撤回电报中的意见 我不撤回电报 电报是以我个人名义 你发出的 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南下渡江作战是中央的决议 是命令 你是党的干部 你知道反对的后果啊 正因为我是党员干部 是一个方面的指挥员 我要对战事的生命负责 对作战的成败负责 为中国革命负责 苏毅同志 你发来的电报 内容有限 现在给你时间 把你的想法 和大家说一说 好的 好 苏长找什么呢 龙飞啊 你吓我一跳 好 你看 这些娃娃啥都扔 这么好的罐头瓶 擦干净了 装点啥不好 还有这分酒的酒瓶 这么好的酒瓶 装个酱油什么的 是不是 还有这铁丝 把这生锈擦干净了 这都是宝贝嘞 老刘啊 都像你这样 一年的节约多少五次啊 现在这些娃娃 把这灾年啊 当风景 败疆呀 行 你忙 来 说完了 是 苏毅同志 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 在哪里啊 狂妄自大 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那你准备承担 什么样的后果呢 做好了一切准备 看来她是真不怕呀 我是共产党员 我必须要向组织 汇报自己的认识 这是党性 要我看 她这个华野副司令员 是真不能当了 我 接受组织安排 老总啊 我看我们就宣布吧 不要兜圈子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华东野战军的 司令员兼政委 苏毅同志 我们仔细研究了 你的全部颠报 你参考了博城小平等同志的意见 大家一直认为 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有道理 所以中央决定 苏毅兵团斩不过疆 集中主力在中原间谍 中央还决定 陈毅同志到中原工作 华东野战军 由你来负责 烈火烈针金 苏毅同志 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感谢中央接受我提的建议 但是 陈司令员不能离开华野 苏毅 你是想第二次抗命吗 陈司令员在华野上下 威望极高 有他在 我们每战每胜 他要是走了 华野的工作困难很大 你这是哪里华呀 华野的主要成绩 那是你们搞上来的 中央叫你上 你就上了 服从命令 莫要管我 苏毅同志 你的谦虚态度 和实干精神 我们已经看到了 干部调动很正常 陈毅到中原 可以协调两大战略区 为下一步的大仗 做准备 就是啊 那博程跟小平 那是我四川的老乡 我去啊 还有利于沟通工作 你想去啊 能力还上前喽 感谢中央和陈司令员 对我的鼓励 但还是那句话 华野 不能没有陈司令员 要是我们一定把陈毅 调到中原呢 人可以走 但华野司令员 永远是陈毅同志 好 这样 好 这样 就任命苏毅同志 担任华东野战军 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如何呀 代 我试试看 苏毅同志 中原马上就要打大仗了 你们很快还能见面 大泽隆方哲 中原陆正非 华野全军将士 你做好战斗准备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校长放心 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开始吧 是 公园 一眼 杀 大小兹 等於呢 子 大小兹 小兹 小兹 大小兹 小兹 大小兹 大小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飞过鞠架小翅膀呢 小翅膀呢 让开到后面还有个大家伙 抓紧组织 是 快 快 快 看什么情况 主席 主席呢 刚刚睡觉 跟我去叫醒他 快 快 大家伙 抓紧时间上升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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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快醒醒 吵什么吵啊 野飞机来了 那这飞机马上就要到了 我要睡觉啊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啊 咱们得赶紧上山 上什么山啊 飞机不是炸弹没丢下来吗 炸弹炸下来就晚了 主席 这由不得你 叫我睡觉 您咱们给你生命安全负责任 来 把主席抬下来 主席 这是干什么呀 你需要离开上 我们得负责你的生命安全 我生命很安全 把我放开 放开 来 来 来 你们把我放开 把你跑出去抬上 来 干 把我放开 把我放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把我放开 别动 把我保百姓 看 追前点 追路 来来来 快点把我放开 请伤口别动点 追脚下 放下我 让你 快 快 大周快 别上 快点 太好了 主席安全了 龙贞 下一步 你就安排 主席到谢宝宝来住吧 来 等一下 这次空袭很蹊跷 我怀疑 陈南庄有特务 泄漏了消息 龙贞 你让主席换个地方住几天 再把那些把话来住 一定要严防严查敌特 确保主席的安全 好 请放心 再见 老解放区还藏着特务 老区尚且如此 新区更要警惕啊 今后的工作中 要特别重视安全保卫工作 是啊 要给李仑飞他们加强力量 一定要杜绝类似的情况 再次发生 白区的地下工作也要加强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对了 你们看 我党的武艺先言发表以后 在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召开新政权会议的时机 越来越成熟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 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 是中国人民走向 全国胜利的日子 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体降师致敬 庆祝 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八年的五一劳动节 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 走向灭亡的日子 蒋介石做伟总统 就是他走向断头台的预兆 打到南京去 活捉伟总统蒋介石 听着这个口号 老蒋估计是坐不住 你微信遊 beads 音笔 iss 音笔 这篇宣言 大家都看了啊 我觉得这第五条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 并实现召集 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老蒋搞伪国大 共产党要召开新政协 我看这篇武艺宣言 很有诚意啊 中共的主张 适合人民实施之要求 有服同仁等之本职 我们要号召全国 迅速集中意志 研讨办法 以其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那我们应该 迅速地给毛泽东回信 不仅仅要回信 我们还要公开登报 通电全国 民革民促民联 以及各个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一起表态 通电全国 老蒋要是看到了 又要对我们不利呀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不见容易老蒋 我们在大陆待不下去 必到了香港来 难道我们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岂有此理吗 对 蒋介石已成为孤家寡人 不服名贼 你看 军事上节节败退 经济上是一塌糊涂 它倒掉得越早 对中国人民越有利呀 李老 我支持发表通电 你们几位呢 我同意 同意 我们不仅同意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 而且要以此号召民革同志 和全国人民 为新政协之实现 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 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 而共同努力 中共这篇五一宣言 写得太好了 它更坚定了我内心的信念 得天下者毛泽东 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当然 现在面临灭亡的蒋介石 是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他一定会做出垂死的挣扎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明盟 无论是在思想上 还是在组织上 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啊 家老 目前呢 我们蒙园中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 有的还是想走中间路线 这可要不得 我们应该走的是 革命性 群众性的组织路线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你说得对 中共的五一宣言 给人以极大的服务 我们应该组织所有的盟员 认真地学习 我甚至觉得 这是目前国家自救的 唯一途径 我真的希望中共 和所有的民主党派 今后都能以更加简单 明了的方式 促进交流 加强团结 颜培啊 这个香港方面有什么情况 沈君如 民主在香港和李继生他们谈得极好 各民主党派纷纷都发表了声明 好啊 我们中国民主同盟自不甘落后 我们也要发出有力的告同胞书 我有一个标题啊 建立真人民政权 响应五一考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主席 主席 现在民阁民盟等民主党派纷纷发声 并给我们发了电报 表示支持我们召开新政权会议 好 老蒋是把人往门外推 我们是把朋友往门里请啊 得道多助 虚道寡助 民主党派能忍很多 对革命的未来会帮助很大 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胸怀的 我们愿意联合全国的知识分子 自由资产阶级 各民主党派 社会选担和所有的爱国人士 结成巩固与扩大 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说得对啊 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才能够实现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目标 主席 主席 安音回来了 主席 主席 周伯伯 安音好啊 安音 越来越成熟了 主席 你们父子俩好久不见面了 好好聊一聊吧 好好好 我走了 再见 周伯伯 主席 我都听说了 您没事吧 晒陪了 没事 敌人的炸弹炸不到我 顿点工作完成了 感觉怎么样 收获特别大 继续的情况比较复杂 工作不容易展开 跟着聪干部和老乡学了不少本事 比在中央工作两年收获比较大 这么说不要来提外婆 换个地方继续工作如何啊 陪你待几天我就申请再出发 待几天不够 要多待几天 我这儿有很多俄文要你翻译的 走走走跟我回家 不行 主席 我得先回越南微报道 等我办完手续 我就回去看见 好 好 这是哪儿来的小提琴 前线打了大胜仗 要的是排员送来的战利品 把彼此高兴坏了 好 原来 暗英和四七很要好吗 不信 他们俩很般配 暗英是个苦孩子 我照顾他很不够啊 暗英和四七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先后取得巨大胜利。 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得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 战略决战的序幕揭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我们的东北要稳定,华北要巩固,西北要防止他们扩张,华东华中要加强围剿。 我们争取要在军事上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根本方针。